舞台表现力和镜头 掌控力是一个爱豆在舞台上发散魅力 抓住泛心的重要能力 无论是打歌舞台 还是商演演唱会或者年末舞台 爱豆都要敬业地完成表演曲目 在自己的part或镜头 扫到的瞬间 做出帅气或绝美的表情演技 在舞蹈歌唱能力都优秀的前提下 拥有超强舞台表现力和镜头 掌控力的爱豆被称为舞台教科书 是被后辈们学习模仿的存在 南韩爱豆团体众多 能被公认为舞台教科书的确寥寥可疏 一 炫耀炫耀 当初在组合4minute的时候 炫耀就以自身超强的表现力一直独秀 为自己赢得资源 发展得越来越好 虽然并非本愿 但业务能力这个东西 确实的看个人 大家都是同一个舞台一起上 而且其他成员公司给的资源同样不少 心疼归心疼 排挤很不齿 二 将色奇色奇色奇 是Red Velvet的主舞和主唱 C位加成 公认的组合A's 舞蹈标准干练的同时 有自己的感觉和风格 唱歌低音高音艰巨 色奇是耐旱的长相 第一眼虽然算不上经验 但能第一时间被她的魅力吸引 镜头扫过 最亮的仔就是他呀 他赴三里 泰民泰民泰民是 酸泥的盲昧 很小就出道成为爱豆 被哥哥们宠着长大 泰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成绩也很优秀 刚出道时 舞蹈出众 但唱歌实力不高 自变声期过后能力加强 成为实力歌手 Solo 17开始后 越来越具舞台王者的气质 每个镜头都A气满满 四 编博弦 博弦作为EXO的主唱 博弦的歌唱实力非常出众 尤其是高音 现场超级稳 博弦会在自己part上 添加自己的动作和想法 散发自己的魅力 握麦克风的手也是缩点之一 博弦是个有自信 有野心的人 出道初期 人气在组合中不算很高的级别 但后来不断努力成为了人气王 相信以后会越来越成功 五 心态哼哼哼哼哼 作为秘密武器 是防弹少年团最后公布的成员 出道时不被粉丝认可 曾度过一段十分艰难的时期 后来通过努力不断进步 歌唱舞蹈能力不断加强 虽然主打曲part和C位一直都不多 但超强的舞台魅力和表情演技 依然让他作文组和圈半神器担当 除此之外 台上台下反差萌 是首帅级别的脸 还有重反的温暖性格 也都是他的吸粉武器 期待太后的未来 越来越好 除了这位公认的舞台教科书 还有哪些业务能力超强的爱豆呢 part 2 will come in soon 图片均来源自网络 不妥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